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想告诉你 其实电池辐射远远超过这些东西 通常我们在电视机或者是在报章上 看到一些anti-uncle 就是在那些达曼达曼的那些 就是花园里面拉着一些布条 然后告诉那些政府 我不要有电讯塔 要把我的电讯塔拆走 会危害我的健康 但是话说回来 今天如果我们走到现场 把其中一两个anti-uncle拉来旁边 我们会问他 Auntie啊 其实那个电池辐射在哪里呢 Uncle啊 其实电池辐射怎么样会害你的健康呢 坦白说 其实他们都不懂得怎么回答 因为电池辐射根本摸不着 听不着嘛 他也不痛不痒 他只是知道说心里啊 那个感觉就是 这个电讯塔在我的那个当曼里面的话 一定会让我的健康受伤害 我们讲这一些东西 没有办法去说服我们的年轻一代 但是如果你跟小孩子说 哎呦 今天弟弟啊 妹妹啊 不要一直玩手机 手机对你的身体不好 会影响你的眼睛 手机带有辐射 WiFi带有很多辐射 但是小孩子说 其实你们大人何尝不是 对吗 以前电话真的是拿来打电话 对不对 以前我们手楼上这个电话 真的我们拿来做通讯的工具 但是现在电话已经不是一个通讯的工具 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每一天 我们要拿来什么呢 来上网购物啊 我们要来看一下很多那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今天中了多少中的COVID啊 然后呢 可能还有很多直播 我们要去观赏啊 最新的信息啊 WhatsApp要回啊 Zoom meeting啊 太多太多东西了 所以手机已经很重要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带有非常强的辐射 手机的辐射 比我们的电讯塔一点也不差 这个是根据国际非电力辐射委员组织所提供的一个报表 就是今天我把它分为绿色 黄色 橙色跟红色 绿色就是今天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像我们的车可以开的 可以前面行走的 黄色就是前面比较危险 你要停了 对不对 然后橙色就是那些黄灯闪下闪下 你差不多即刻的话 要停在前面的那个黄线的 红色就是你不能再前进了 太危险了 你会中伤慢了 今天我的荧幕里面的话 有一张图片 就是我们在一个电讯塔前面做了测试 这个电讯塔呢 就是这件物质在电讯塔旁边 我们在它的外面的大马路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 就发现到说 这一个电讯塔的附近 它总共的辐射是1954 根据这个原位组织所提供的数字的话 是属于危险性的 危险的 就是说这件物质呢 你从前面到后面 你吃饭 你上厕所 你睡觉 你看电视 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危险的 所以这个是属于科学性的解释 但是如果是民间的解释呢 很多安提安科的话 我们可以告诉你亲人说 如果你的屋子靠近电讯塔 千万不要买 买的话对你的健康不好 如果今天你要买新屋的话 你找一个风水师 风水师拿这个罗盘 他前面看一看 哇 前面杀气很重啊 有什么 那一个摇屋头屋傻 最好不要买这个屋子 买这个屋子的话 你家里的健康一定有问题 我们是通过民间 通过玄学 来认识这些所谓的电讯塔 所谓的屋子前面可能有一个DMV的substation 我们认为它不好 但是科学上怎么样解释它不好 就是靠这一个我们说电磁辐射检测仪 像现在的话 我把它打开 这电磁辐射检测仪的话 因为我前面有一个美颜灯 就是我们每次直播用的那个美颜灯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点点的电磁辐射 大概是什么 现在我的手机在我前面 我们都知道说手机带有很强的电磁辐射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前面摄测一下 大概是一千三 一千八 对不对 为什么会那么高呢 因为手机本身它产生非常高的那一个电磁辐射 尤其是当我们在接通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人说接通电话的时候的辐射比较厉害 对的 当我们要接通一通电话的话 这一台小小的机器 它就要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把我们来个信息 接下来让我们跟我们的爱人讲电话 让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沟通 让我们跟我们的朋友的话协调 所以这个过程呢 它会产生比平常 现在我off机的六倍的辐射 如果今天我打开我的荧幕 我打开我的荧幕的时候呢 我一测试进去 你会看到一 什么叫做一呢 一就是超过一千九百九十九 对国际委员会组织来说 已经是属于非常危险的 所以是一的 所以当我在就是待机的时候呢 有一千四一千二一千三 但是今天我一打开我的荧幕的时候呢 它就很快的标到一 就是我们所谓的爆标的意思 所以今天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 你的荧幕是不是打开了 荧幕打开的时候的话 就是比平常产生多五到六倍的电池辐射 然后也听说过就是 如果在CHASKIN化的时候 千万不要玩电话 对不对 CHASKIN化的时候 因为那个电流直接进到来 你手上的这架手机 所以你的电池辐射可以去到 差不多接近十倍 off现在这个待机的情况 然后做的这个手机 还有什么东西 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呢 我们知道说 这个叫做Power Bank Power Bank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带 因为现在的话 因为手机用的时间太长 又要拍照啦 又要看WhatsApp啦 又要看YouTube啦 又要回那一个Lanzana 所以今天这个Power Bank带到我们身边 当它打开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有打开 你看到有灯喔 打开的时候的话 它的浮射量是多少呢 打开的时候其实证明什么呢 它在工作了 你看是报表的 它工作的话就是它要把电源输出 当它把电源输出的话 它在同时也把电池辐射输出 所以这个Power Bank 当你跟你的手机 两个活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你在插插的时候 一样的 一架1400 一架1500 你加起来 你现在你身上呢 带着3000 把那个微瓦 mw的那一个辐射的东西 跟着你四处跑 所以这个就是电池辐射在我们身边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说这个手机 还有这个Power Bank 跟我们刚才所提供的电讯塔 1954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坦白说 今天每一天我们在听手机的时候 其实我带着一架电讯塔 在我的身边 当我再带着一个Power Bank 加Chat的时候的话 我带着第二个电讯塔 在我的身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用电脑 对不对 用电脑的话 都有一个叫做无线的滑鼠 这无线的滑鼠 你看它各自小小的 你觉得平常应该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测试给你看 产生多少的辐射呢 一 爆表 很厉害 因为为什么我要把它弄得那么靠近呢 有时候是1500 1100 因为今天我们挖鼠的话 我们是这样子非常浮贴的过程 所以为什么你在用电脑用卷 你会觉得你的手指 有一点点的累 有一点点的僵硬 你会做什么动作呢 你就会做这样子伸展的动作 然后你会用这样子 把你的关节开始扭一下 因为你的末梢神经 你开始觉得有一点点麻麻 一点点的不自在 所以你做这样子的动作 就是发脑告诉你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 听无线的耳机啊 对不对 这个我手楼上有一个叫做 Earbus嘛 对不对 这个Earbus你看很酷哦 还有那一个就是 那个阿兵哥的那个模样的 所以这个Earbus的话 我放在前面给你们看 所以他差不多多少呢 300 500 300 500 他目前是属于带劲的状况 就是他目前还没有听歌 今天如果你把语音 歌听进去的时候呢 他会去到800到1000 去看那个Earbus本身的Base有多厉害 我们的这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也是说了 电磁辐射如果我们长期暴露在这样子的一个高电磁辐射的环境之下呢 我们的身体很容易出现种种的状况 我们每一个听电话的人都不懂 今天如果你把电话你放在你的左耳朵 你讲电话你讲了15分钟 15分钟之后呢 是不是你会觉得你的耳朵这边有一点点可能痛 或者是脏 或者是有一点点这边的头部比较热比较烧 你很自然的我们的人是有反应的 就会把它换成去右边听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右边听的时候呢 其实你把电视辐射又带来这里了 因为在这左边听的那个过程呢 是电视辐射进到我们的大脑 进到我们的整个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的话会产生一个反应 告诉你我的这边已经加温了 我的这边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所以当你长期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人很多情况会面对什么呢 点头痛的问题 或者是失眠的问题 或者是经常觉得说 头昏脑脏有一点点浮浮沉沉的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今天就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 这一个电磁辐射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无所不在 如果你懂了 今天就开始 避开这一些电磁辐射的伤害 如果你不懂 没关系 今天通过这个视频 赶快传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了解 什么叫做电磁辐射 这个隐形杀手 好 那么这一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时间